小爸爸 老子不干嘛 这 呦 怎么了嘛 就那个食堂啊 我这刚刚还没多久 那里来 外面全部都被快餐店给包围了 你让我怎么干 就这事啊 啊 遇到事情呢 你不过想让我解决吗 解决 怎么解决啊 能弄娃娃 弄龙哥 带人晚上去 你给我打球 都什么年代了 还你搞这些啊 做什么事情啊 你也大赌 公民竞争 对吧 那 那你是什么意思嘛 刚刚你这一下啊 我脑子一直半会也想不出来啊 那 这个酒给你喝嘛 我 那 那你现在快说说吧 这 哎 有点湿了 等我回去啊 再想想 好 明天给你打算 那 这个给你提提神 这 哈哈哈 咦 有事录了 哈哈哈 打个电话 啊 哎 小李啊 中午啊 晚上吃饭的饭点呢 你把公民大门 后门给他锁死 嗯 一只耗子进不去 哎 我这不替公友们考虑嘛 你想想 公友们到外面吃饭呢 吃过来肚子 耽误工期 最负责任的 是吧 耽误工期都是小事哦 是吧 公友们的健康才最重要嘛 是吧 抓到时间把这个事情落实啊 嗯 嗯 这不就解决了吗 哎呀 还是话签离你脑签 哎 不 那个 脑签好死 嗯 哈哈哈 啊 遇到什么事情啊 一定要冷静下来 想慢慢解决 对对对 我知道了 那我先去忙了哈 嗯 去吧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